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 我們說德國那件事情 的確衝擊德國的政壇 甚至重創了梅克爾的什麼 在國內的影響力 而且之後德國的什麼 執政的基民黨在各個地方選舉 是節節敗退 所以同學可以了解到他的殺傷力 那另外呢 就是那好像沒多久法國什麼 尼斯的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尼斯很有名的 就是除了風景優美之外 還有銀展 對不對 坎城啊 尼斯這個地方的銀展啊 風景啊各方面的確都是很有名的 那好 那這個地方的什麼 接下來又來什麼 這個恐怖攻擊 那同學注意看喔 那這個恐怖攻擊呢 使得什麼 西方國家也好 或者是全世界都很震撼的一點呢 就是什麼 有恐怖攻擊的行為模式也轉變了 因為以前呢 舉例來講 像阿富汗的蓋達組織 那或者是911的這恐怖攻擊 對不對喔 他們的目標呢 都是我一定要什麼 全世界有名的景點 或有名有影響力的什麼建築物 是我攻擊的目標 那這是蓋達組織的作風 那這個伊斯蘭國的這個作風呢 就不一樣了 所以那這個呢 就更難防了 它怎麼都不一樣呢 它強調什麼 只要哪裡可以下手 我就什麼 下手 所以我不拘泥任何一個什麼 重要的什麼景點 所以這個就更難防了 而且什麼 同學注意看 他們經由網路動員的這些 所謂的伊斯蘭的這些什麼 伊斯蘭國的聖戰士的追隨者 同學注意看到沒有 經由網路動員起來了 對不對 甚至最近這幾天在美國 俄亥俄州立大學裡面的這個 對不對 也是什麼 就是在網路裡面的什麼 聖戰士的追隨者而已啊 對不對 我覺得你的這個主張不錯 我跟隨你 我還沒有加入你們 我只是跟隨你們 我覺得 我想跟 喔 那他都什麼 所謂的孤狼式的什麼 恐攻擊威啊 就單一個人 孤狼啊 他就是一個人啊 對不對 所以防不勝防啊 所以同學注意看喔 這法國的恐攻事件呢 為什麼到後來呢 國際之間都很震撼 除了什麼 當然死傷情況蠻嚇人的之外呢 又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恐怖攻擊的什麼 模式改變 這種孤狼型的這個攻擊 防不勝防 所以同學甚至也很難也很難抓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喔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處理難民問題 所以同學注意看喔 我們也不得不注意 這個歐洲國家呢 他畢竟 同學注意看喔 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國際事務大概都是歐洲國家在主導 大概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呢 我們說美國的崛起 還有俄羅斯的影響力增加 所以二次世界大戰到什麼 1990年代 國際事務由美國和前蘇聯 主導的兩旗的國際體系 由這兩個國家來主導喔 那但是歐洲國家呢 他畢竟也是老牌的 因為我們看他能夠在全世界殖民 他對整個世界不可能不清楚的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如果不清楚 你該去哪裡殖民 你都不知道啊 不是嗎 對不對喔 所以歐洲國家呢 面對這些情況呢 你看他們外交反應都蠻快的喔 舉例來講 那我們自己在不斷的收這個難民呢 在內部已經激起了什麼 我們看大概歐盟會員國裡面 大家都把這個難民往外趕嘛 都不願意收嘛 對不對 即便歐盟出來 要求每一個會員國 大家分幾名啊 對不對 28個國家的話 大家分一分 應該什麼 還是可以承擔的 同學注意看喔 這個難民和移民的問題 純就金錢 就是來收容這些 要花的金錢呢 歐盟還是可以承擔的 只是這個民怨 處理不了的情況之下什麼 同學注意看 但他們反應的確也很快 也就是說什麼 好 那你土耳其 因為他們來著這個路線 大概都會經過土耳其嘛 不管是路上或者是海上 都會經過土耳其 好 你土耳其 你出面 因為你土耳其 同學注意看 土耳其跟歐洲其他國家比起來 的確什麼 地也最大 對不對 好 那你說嘛 你把我們擋在那邊嘛 那所有的花費我們歐盟支付嘛 看到沒有 你只要把我擋在那邊 不要讓他過來 錢什麼我們付 好 那但是同學注意看 那他這個換的方式 也有一換一啦 那也就是說 你那邊把我擋一個呢 那我這邊就收一個合法的 因為同學注意看 一下來了一百多萬 裡面難唸 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啊 裡面難唸 真的會有混雜什麼 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 那也不敢排除嘛 對不對 所以一個一個省的話 花時間很久啊 那其他在省的那些 你就給他擋 在路邊搭個棚子嗎 還是怎麼樣 所以你土耳其把我擋在前面 所以一個換一個 你那邊收一個呢 我這邊就收一個合法的一名 所以叫一換一嘛 對不對啊 那但是呢 可以注意看啊 順勢歐盟你看 承諾喔 老師這邊自敢寫承諾喔 承諾支付土耳其30億歐元 但是土耳其後來不是 土耳其總理跳出來說 沒收到 看到沒有 你們把人丟給我們了 錢也不過來 對不對 你們還指指點點的 埋怨我們土耳其跟 什麼 因為可能自己看 其實土耳其什麼 土耳其跟伊斯蘭國 因為土耳其只有一點點的領土 是在歐洲大陸這邊嘛 對不對 土耳其大部分的領土 還是在亞洲啊 對不對 所以他這一邊的領土 跟伊斯蘭國的什麼 所掌控的領土呢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他們的確也有在進行石油交易 看到沒有 所以變成說喔 那你什麼 你歐盟你要我收人 就你耍賴不付錢 你不付錢 你還倒打我一耙收我什麼 我跟恐怖分子進行什麼交易 你想把問題丟給我 對不對 而且後來同學應該也有注意到吧 是不是什麼 前一陣子土耳其有政變 對不對 好像有人要推翻這個土耳其統領 但是他也很厲害 他馬上什麼 透過也是透過網路掌控住局面啊 對不對 那他後來也講啊 這個政變的背後的主謀就是歐盟嗎 看到沒有歐盟就是要把它拉下來 因為第一他處理難民問題上什麼 並沒有全然配合歐盟的主張 所以使得什麼 歐盟什麼 當然他堅持歐盟是政變的主導者 那歐盟沒有公開的反駁 看到沒有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那現在歐盟和土耳其的關係 是很緊張的喔 同學注意到 那土耳其同學注意看 土耳其政府 同學注意看 這個土耳其的總理現在 基本上什麼 他其實不是什麼 激進的伊斯蘭文明的主張者 他其實是比較溫和的 那但是呢 同學注意看 他的溫和呢 使得什麼 他內部伊斯蘭 土耳其的伊斯蘭的 比較強勢的主張者呢 無法接受他 對不對 那其實按照這個文明背景來講的話 你歐盟應該是支持他的嘛 因為他是比較溫和啦 對不對 那要把他拉下來的這些什麼 比較激進的伊斯蘭主義的 你怎麼 你應該是配合他來對抗這些啊 結果你反倒跟這些什麼一起煽動 那當然他是說歐盟還有美國 因為這個在幕後什麼啊 給予思想指引的這個什麼啊 要拉下土耳其總理的 他現在人在美國 所以就變成說整個情勢 變成歐美國家要對付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 在反恐方面呢跟俄羅斯什麼啊 好像什麼啊 從對立然後好像又 情勢又緩和了 所以同學注意看這個地方呢 土耳其中東區這邊呢 基本上反恐 老師建議大家注意 是不是真議題 他還是只是一個包裝紙 恐怖分子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包裝紙而已 辭職的內涵就是要來什麼啊 他們的影響力要重返這個地方嘛 看到沒有喔 所以現在歐盟和土耳其還在對峙嘛 那歐盟就現在內部在討論啊 我們到底要不要讓土耳其進來嘛 對不對 那土耳其現在就變成在討論 我們到底希望加入進歐盟嘛 看到沒有喔 喔你既然彼此之間的利益 越來越什麼 而且同學注意看喔 土耳其這幾年呢 經濟的發展呢 有進步喔 所以對於相當多的土耳其人來講 欸我們好像不需要加入歐盟 我們也能夠發展啊 對不對 而且同學注意看喔 因為土耳其的領土 大部分是在亞洲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就是隨著他的什麼 經濟稍微有改善了以後 同學注意看 土耳其以前是不是 惡圖曼土耳其帝國的什麼 所在嘛 對不對 他都有能力打垮過羅馬帝國啊 對不對 所以在歷史上什麼 他也是曾經很輝煌過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今天只要他經濟成長 稍微往上了以後呢 同學想看 土耳其人會不會想要恢復什麼啊 我惡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光輝啊 應該會想吧 對不對 因為我的祖先以前這麼威風過 對不對 我難道不想嗎 也想啊 對不對 那但是問題來了 你想你和基督文明的國家就有什麼 競爭性啊 對不對 對 所以同學注意看 土耳其現在稍微經濟 稍微發展起來了以後呢 他也希望什麼啊 在中東這個地方 能夠扮演一個角色 先不敢說 立即的變成所謂的領導國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 他和以色列改善關係 中東地區啊 以色列 對不對 以色列啊 還有中東這些相關的國家 土耳其主動和他們什麼 積極互動啊 那對於他們來 對於歐洲國家來講 欸 你的胃口怎麼變大了 這一塊地方是我們想要的 看到沒有 因為我們知道土耳其 如果他積極改善和周邊國家的關係的話 他的影響力必然增加嘛 對不對 因為他畢竟是區域內的國家呀 對不對 他有個地理上的方便性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所以歐盟現在和土耳其的關係 其實是還蠻有點緊張的 所以同學注意到他們的變化 那當然 2016年英國的脫歐呢 對於什麼 歐盟來講 的確是一個重大的一個衝擊 但是是不是必然會使得歐盟瓦解 那倒不至於 為什麼這麼講呢 第一其實同學注意看 英國脫歐其實也是因錯陽差造成的嘛 對不對 因為本來什麼 因為同學注意看 意大利這個總理他辦公投 對不對 修憲公投沒過他就下台嘛 對不對 所以通常是自認為自己很有把握 他才敢辦嘛 對不對 那當時英國首相卡美隆一樣嘛 他也是覺得非常有把握 絕對不可能脫歐成功嘛 所以他才辦嘛 對不對 就如同什麼 同學看到沒有 卡美隆之前的什麼 英國首相呢 他在位的時候什麼 他從剛上選舉的時候 就說要幫英國人辦公投 公投什麼呢 就說英國要不要加入歐元 從他選舉的時候 但是到做完兩任下台以後 他都不敢辦 他都不辦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理解到什麼 這個公投一定不可能過嘛 英國人不可能放棄英鎊換成歐元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英鎊的幣值比歐元還高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樣子換下來的話 那英國所有的人都變窮啦 對不對 我怎麼強勢貨幣換成一個比我差的 對不對 那當然不願意嘛 對不對 所以他嘴巴他這麼講 但他就是沒有辦嘛 對不對 那卡美隆就是什麼 錯估情勢嘛 對不對 他以爲什麼 一定不會過 一定是留在歐盟裡面嘛 對不對 那後來當然他內部什麼 所以注意看 議會民主裡面的權力鬥爭 有的時候鬥到真的是不管國家總體的利益了 對不對 英國的倫敦市長 也是他們保守黨裡面 他為了要奪這個什麼 總理的職務 所以他就一直唱反調啊 好 那我就是要脫歐 然後嚇唬英國老百姓 就是說你看我們每年交給歐盟那麼多錢 但是我們拿回來這麼少 那也不曉得他怎麼算 就是說他這樣交出來 大概每年英國要交給歐盟一億多英鎊的錢 那但是你從歐盟那個地方拿回來的錢呢 絕對超過這個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麼下掰硬拗的 當然不只他啦 還有一些保守黨裡面的 再加上那個獨立黨的 那個TIP的這個他們聯手起來這樣子 然後當然難民問題的確對於英國很多人來講也是造成衝擊嘛 對不對 因為他想說你要來搶我的工作機會 對不對 好這個整個力量一加起來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公投什麼 脫歐的什麼 50多 對不對 但是留歐的呢 也很高 彼此之間沒有差多少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直到今天英國街頭上 還是每天都有人在抗爭說要什麼 再來第二次公投留在歐盟裡面 因為同學注意看 就是因為當時 非常固定不可能脫歐 這個公投不會過的 所以對於脫歐該怎麼離開歐盟 離開歐盟了以後 英國要怎麼樣發展下去 完全沒有任何的準備 也沒有任何的概念要怎麼處理 沒有啊 看到沒有 所以英國今天面臨到的是高度的不確定性啊 對不對 因為大家也不曉得該怎麼弄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英國從工業革命以來建構的大英國協 那種頂盛呢 大概什麼 當然一次世界大戰往下崩跌一次 二次世界大戰又往下崩跌一次 那這一次脫歐呢 那更是什麼 往下崩跌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你自己什麼 你英倫三島自己什麼 呼旋在什麼大西洋上面啊 歐洲大陸就在你對面 那你自己什麼 自我孤立啦 看到沒有 而且老師以前不是有提到過嗎 對於英國脫歐對於大英國協的成員 是非常大的打擊 那是什麼意思呢 運動員注意看喔 大英國協的成員呢 以前他想說 反正英國加進歐盟嘛 那我們所有的就跟著英國局來講 我們也沒有和歐盟簽訂任何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就隨著英國呢 間接進到歐盟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很多的產業呢 在歐盟投資的話呢 總部都設在倫敦 銀行也都設在倫敦 所以這下產啦 你倫敦退出來了以後 歐盟所有的好處 他們也拿不到啦 那接下來是不是就 你如果還想要跟歐盟做自由貿易 做交易的話 就變成說 除了英國必須要談之外 所有的大英國協成員 你們就要一個一個去跟歐盟談啊 看到沒有 所以不是只有英國要跑去跟歐盟談喔 所以對於他們來講是打擊很大的喔 因為這樣就變成一對一的話 隨歐盟什麼啊 在一定程度上的喊價囉 看到沒有喔 雙邊談談 特別什麼啊 他們下面的非洲國家 其實是非常恐慌的喔 我們在台灣感覺不到 因為他們以前和英國建構的這個 不管是被殖民也好的這種關係 一下翻轉 大家都沒有準備啊 看到沒有喔 不曉得該怎麼弄啊 而且歐盟要願意給他們 什麼樣的條件 不知道啊 看到沒有喔 所以全世界現在很多地方 都面臨到不確定的情況 因為不管是好是壞 你最起碼知道這個是好這個是壞 現在大部分的情況都是不確定 所以加重了這個所謂的什麼 不確定的年代中的不確定 那所以同學特別注意到這個情況喔 那對於不僅是對於英國 對於全世界也造成不確定的衝擊 為什麼這麼講呢 老師剛剛只講大英國協的成員 另外呢 同學注意看喔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它畢竟什麼 建構了什麼 從工業革命來 它所建構的海外這些蜀國 這麼多國家喔 所以它在海外所收 用收刮沒錯沒有冤枉它 所收刮到的資源資金 現在講話人流物流金流 它都掌控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其實你們注意看 日本為什麼也那麼緊張 也就是說日本的很多 投資在歐洲的一些資金 也是放在倫敦 那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講 大概啦 二十世界大戰結束以前 倫敦的確是世界金融中心 倫敦 因為大英國協在全世界 可以調度的資金各方面 真的是非常驚人 資金還有資源 所以倫敦這個地方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所以同意看到沒有 英鎊才會幣值這麼高嘛 對不對 英鎊以前是全世界 什麼 最貴的一個貨幣嘛 相對於我們台幣來講 英鎊以前一個英鎊 大概對六十塊台幣啊 看到沒有它是最貴的嘛 對不對 雖然現在走下坡了 但是它的地質還是很高啊 它還是有能力調度全球的資金 還有資源的 所以它作為一個大英國協的一個首都 不會一系之間什麼啊 崩跌成零不至於 所以它的影響力還在的 那但是呢 你現在要脫歐了以後呢 你這種自我孤立的方式呢 使得別的國家什麼啊 本來為了配合你這個倫敦中心 金融中心 人家全世界很多國家的銀行 也都在倫敦設分行嘛 對不對 而且規模都是很大的喔 所以倫敦的確是國際金融中心 那現在這下好了 你退出歐盟嗎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連日本都很緊張 就說那你到底要怎麼弄啊 對不對 因為日本很多在歐洲的資金呢 也是放在倫敦的銀行裡面 所以同學注意看 就是說英國的脫歐 對於英國本身甚至全世界呢 的確造成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那這個不確定性呢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不知道 因為現在英國 因為按照歐盟的規定來講 理事本條約第50條規定嘛 會員國是可以退出的 對不對 那但是你退出呢 你要正式的跟歐盟做報告說 我要退出了 那好 歐盟給你兩年的時間 我們談一下退出以後 我們的關係怎麼安排 兩年時間 那兩年時間過了 不管有沒有談完 你都要出去了 看到沒有 所以現在英國內部呢 又有一派聲音跑出來什麼 當然還是留歐的這一派啦 希望什麼 英國首相Teresa May 你不要去歐盟 講說我們要退歐了 因為你注意看喔 如果Teresa May沒有來講說 英國要脫歐的話呢 那都還不算喔 歐盟不能把他趕出去喔 不能說喔 你們國家不是公投了嗎 你們不是說要脫歐嗎 對不對 那你就走吧 歐盟還不行喔 一定要你主動來告訴我 我某年某月某日 我要離開你們 然後從那一日後面 算兩年 大家談判嘛 因為以後總是要建構 彼此之間的關係 是怎麼樣的一個關係嗎 那現在英國內部有一股力量 就是拉著Teresa May 你不要去講 因為你不啟動的話 還是繼續 公投辦了也辦了 但是就是不啟動啊 對不對 所以有一批 為什麼就跑到什麼 法院什麼 要凍結什麼 Teresa May這個權力 那當然他們一派的認為什麼 要修改 因為Teresa May要跑去跟歐盟講說 我們國家的公投已經過了 我們要退出來呢 他也必須什麼 要先要廢止 英國內部有關歐盟的相關法律 那現在留歐的這一派出手呢 就是說你作為英國首相 你沒有這個權利 廢止任何的法律 廢除這種對外的 我們所說的國際法呢 只有女王有這個權利 看到沒有 女王才能廢止國際法相關的條文 對不對 所以就開始打這個法律仗啊 留歐的這一派現在反撲嘛 那當然是問題 同樣思考他們啊 就是說 那Teresa May也有公開講啊 脫歐 既然公投結果是脫歐 那就是脫歐了嘛 沒有什麼別的選項啦 因為你們老百姓說要脫歐 結果你不脫歐 你這個英國議會民主的什麼 誠信也崩盤了嘛 對不對 你英國作為最老牌的議會民主國家 你的信用也崩盤啦 你的老百姓說要脫歐 你怎麼不脫啊 不脫離啊 對不對 那你不是議會民主民意掛帥嗎 對不對 那你怎麼和民意相反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看 現在議會民主在全世界都面臨到很多問題 但這個問題呢 卻並不必然有辦法來修補 董老師的意思嗎 所以大家也要就是說思考一下 就是說任何一個制度 它不是完美無缺的 可以搞個幾千年幾萬年 它都有可能有高峰也有低谷嘛 如果沒有辦法從低谷中修補 再創再起來的話呢 那這個制度可預期的未來 可能就被拋棄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人類從古到今 大家也摸索了好多種制度嘛 對不對 不是只有一種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啊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歐盟的機構 因為我們知道歐盟呢 我們一開始不是有提到過嗎 它是作為這個一個新的嘗試 也就是說 想要把眾多的國家呢 組成一個國家 它的目標不只是要停留在一個國際組織 因為老師之前上課不是有提到過嗎 他們那個地方 也希望出現一個秦始皇 結果呢 沒有成功嘛 50後的亞歷山大大帝 雖然也打得很成功 但是也打得什麼 局限在一小塊 那近代的拿破崙 希特勒 也都沒有辦法什麼 所謂的一統歐洲這個江山嘛 對不對 雖然拿破崙也很厲害啊 歐洲大部分都快要吃下來了嘛 只是走到俄羅斯那個地方 什麼啊 也是遇到挫敗嘛 那希特勒也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千萬不要以為 歐洲他們沒有嘗試過要建構單一國家 只是說用軍事手段失敗了 那現在呢 換經濟手段掛帥 目標還是要建構單一國家 那現在英國 可能要注意看 英國退出歐盟呢 裡面呢 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除了這個蛋明啊這些啊 裡面也有個因素就是說 看著歐盟陸陸續續要往單一國家方向走 那英國覺得他不想啊 他不想變成單一國家 他只想變成 他只想是一個經濟組織 從裡面賺取利益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這一學期一開始什麼 丘吉爾的概念 也就是為了要解決戰爭的問題呢 你們歐洲大陸國家整合起來 建構歐洲合同國 但是我英國不參加 看到沒有 老師以前上課不是有提到 丘吉爾就是這麼主張的嘛 所以英國到今天都還是這個主張 所以發覺你陸陸續續要變成單一國家了 所以他也不願意什麼啊 因為你變成單一國家了以後 好多權力都要交給什麼啊 這些組這些組織咯 就交給這些組織 所以同樣注意到 就是說難免都會有排斥的感覺啊 那但是我們注意看 丘吉爾說這個話的時候呢 同樣注意看哦 英國那個時候還可以牢牢的掌控 大英國協的資源哦 對不對 英國說 丘吉爾說你們你們組成一個單一國家嘛 歐洲合同國 但是我英國不參加 他為什麼不參加呢 就是因為我有海外的大英國協成員啊 資源那麼多 我幹嘛要跟你們歐洲大陸這些國家分享啊 不需要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自己什麼啊 組成單一國家 我英國不參加對不對 那但是問題今天的情況 雖然大英國協還是存在的 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比較鬆散的 但是問題什麼啊 好像陸陸續續舉例來講 奧地利 紐西蘭 已經好幾次國會大選的時候呢 就有人提出來 那我們是不是在大選的時候 也同時辦公投 那公投的題目就是要脫英 不是脫歐 脫離英國這個大英國協的架構 看到沒有 已經好幾屆了 只是都沒過就是了 所以英國本身現在是有危機感的喔 那印度局來講 那印度現在變成什麼 印度的發展我們也知道也是蠻有進步的 對不對 那反倒是什麼 英國內部 有些人想說 那印度現在發展得不錯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英國給他們 我們英國給他們的種種的優惠 是不是應該拿掉啊 不僅要拿掉 他現在不錯了 他應該倒過來補貼我們才對呀 看到沒有 現在就內部 這個大英國協內部也不安靜喔 彼此之間也在計較這個利益嘛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那好 那英國脫離歐洲 他就不想什麼 變成一個單一國家 那我們來看歐盟的機構呢 的確是要往單一國家方向走 因為很注意看 他們認為什麼 我們歐洲 因為我們知道的確嘛 歐洲國家大部分什麼 你放在全世界來看呢 大部分都是非常小的國家嘛 那當然這些小國 特別是西歐這邊的小國 比利時 盧森堡啊 他們的國民所得倒也很高 對不對 那但是長期來在國際場域上 你自己單打獨鬥的話呢 其實都是什麼 有局限性 對不對 別的不說好了 就以今天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他就覺得什麼 很多產品他都要拉高關稅 對不對 那拉高關稅的話呢 那你歐洲的東西進到美國裡面什麼 物美 價不連 對不對 那你可能就沒有競爭力啊 在美國這個市場啊 所以變成什麼 你更需要什麼 一個龐大的什麼 國內市場來吸收你的什麼產品啊 對不對 那比利時 以比利時為例 比利時以前的 沒有在歐盟裡面的話 他的國內市場就是這麼一小塊 那現在在歐盟裡面呢 那比利時的國內市場 就是整個歐盟嘛 對不對 所以即便在美國那邊受到挫折的話呢 那歐盟整個市場是對比利時開放的啊 對不對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歐盟馬上就要垮啦 不會的 甚至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以後什麼啊 他更需要歐盟 就是歐洲這些歐盟的這些會員國呢 他更需要歐盟這個龐大的市場 他才能夠什麼啊 有競爭的基礎點啊 對不對 要不然你外面對外外銷不順利 那你就完蛋啦 但是你現在外銷不順利到過頭來什麼啊 你家裡面歐洲有這麼大一個龐大市場 在等著你的產品 那你就有另外一個選擇了嘛 你就不會馬上垮了嘛 對不對啊 所以同樣注意看啊 這就是我們在講歐洲大陸的國家 並不必然會隨著英國起舞 搞個什麼脫歐 那當然會有壓力 但是並不必然什麼啊 大家都說要脫歐了 因為他們非常理解 他們就這麼想 你都打散的話呢 其實是不利的 看到沒有喔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喔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歐盟這些機構 首先我們看中間這個元首會議 那這個元首會議呢 就是28個會員國的國家元首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國家是國王嘛 對不對 但是沒有實權啊 實權在總理手裡嘛 所以我們不講什麼國王會議 不講啊 所謂的元首就是指那個國家 憲法賦予他最高權力的那個 有些是首相 有些是總統 對不對啊 是指這些 歐盟28個國家的 這個擁有最高行政權的這些人呢 組成的這個會議 那同學注意看 本來這個會議呢 在我們之前講的歐盟的憲法條約 在什麼 公投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 在荷蘭還有在法國公投沒過嗎 所以只好改成李斯本條約 對不對 做一個退讓 這樣啊 那那個憲法條約裡面 老師是有提到過 元首會議其實那個時候就 就點名了只有一個人擔任 叫總統 然後這個元首會議就拿掉 那但是因為那個公投沒過嘛 所以只好做妥協 大家退一步 這個元首會議還保留 然後由這28個國家的元首輪流當什麼 負責的對外代表歐盟 東歐師的意思嗎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所以對於歐洲不僅是西歐 東歐很多小國來講 我停留在這個裡面 我的影響力才會增加嘛 對不對 因為現局來講 波蘭啊 或者是什麼 立陶宛啊 對不對 他們的總統什麼 或總理 都可能留到這邊來當這個 歐盟的總負責的喔 所以當然對他的影響力 當然是有幫助的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喔 好 那另外呢 他當然喔 我們說他是什麼 事實上最高的決策機構 也就是說歐盟的重大方向呢 的確喔 他們在這裡面 說了算 他們決定了以後呢 那歐盟哪會去執行 那好 每五年什麼 大家輪流一次 那重大的方案啊 什麼基本上都是他們決定 因為首先注意看喔 對於這些國家來講 從剛開始的煤鋼聯營走到今天 會員國之間的平等性非常重要 平等然後進負故性 對不對 所以他一開始 德國呢 也在這個制度之下呢 慢慢的從二戰的戰敗國什麼 發展起來 跟其他國家平起平坐 那同樣的呢 前東歐共黨國家轉型 不管你轉型成功或失敗 你只要加進歐盟了 你照樣也輪流來幫 就像老師剛剛講呢 立陶宛這麼小一個小國 他也輪到當這個 元首會議的主席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向心力就是這麼產生的喔 就是平等 那現階段呢 大家注意一下喔 美國所領導的 我們看到嘛 歐巴馬不是說喔 他上台以後 什麼啊 跟加拿大 墨西哥啊什麼的 北美自由貿易區啊 重彈 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對美國不利 美國得到太少要重彈 所以大家注意看到沒有 他比較沒有 其實北美自由貿易區 就是在美國的主導之下 已經是在美國主導之下 你都還嫌少 看到沒有 所以為什麼北美自由貿易區 跟歐盟比起來呢 他運作呢 感覺上就沒有那麼的什麼順暢 就是什麼啊 那當然你說這個墨西哥 那個Amigo 面對這個美國 他本來就已經是弱勢了嘛 對不對 那加拿大呢 面對美國 我們看到川普還沒選上 在那邊選舉的時候 在那邊什麼 講說他當選了以後就要重彈 對不對 這個加拿大總理馬上跳出來說 願意重彈 看到沒有 就是說他們的關係是比較不平等的 那歐盟這邊呢 基本上是什麼 他做到最起碼 老師也只敢說 做到了形式上的平等 因為舉例來講 立陶宛的總理 他當這個元首會議的時候 他要做任何的決定的時候呢 他大概也會聽一聽德國 有什麼想法吧 對不對 然後才做決定 對不對 但是最起碼 形式上是做到大家平等啊 對不對 同學不要以為老師講說 形式上的平等好像很容易沒有的喔 國際之間什麼 國家的什麼 利益是由國家實力來決定的 那你要一個國家實力比你強的國家 願意什麼 讓你喔 那的確是什麼 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喔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 剛才是講元首會議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的就是什麼 歐盟是由法院的 我們說歐盟呢 他既然是要建構一個單一國家 所以這個國家呢 就等於說行政院 司法院 立法院 他都要有嘛 對不對 那這個法院呢 你們要注意看 1957年 他是設在 法院的這個位置呢 是設在什麼 余生堡 所以你們要注意到 那好 那這個法院呢 他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他最原始喔 這個法院呢 跟我們台灣的法院比起來呢 我們台灣的法院是三級三審制嘛 對不對 一審不過還可以抗告到二審 二審不過再抗告到三審對不對 歐盟這個法級呢 只有兩審 那也就是說你呢 但是不能什麼雞毛散皮的事 統統跑去他這邊 而是要什麼 先在你自己國家 用盡了一切法律救濟手段 或者是法律的什麼 訴訟手段 也就是說 你先要不管什麼事情 你先要在你自己國家的法院什麼 跑完所有的 你都覺得你的冤屈還沒有伸張的話 你才可以什麼 到歐盟的法院喔 同學注意看喔 國際法下說 處理國際事務的所有的法院 同學注意 訴訟的對象沒有個人 也就是說沒有個人可以跑到國際法庭去 控告什麼 沒有 他的訴訟的主體 國家或者是國際組織 那司法方面呢 那就是公司 企業 才能去告什麼東西 沒有個人 歐洲法庭是唯一的例外 也就是說個人可以作為訴訟的主體 舉例來講 我是德國人 那我在德國呢 我覺得我的政府 對於我進行一些侵權行為 好 我在我國家這一路一路就打官司 我都外訴 但是我真的還是覺得我委屈得不得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又跑去歐盟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個人可以作為歐洲法庭的什麼 訴訟主體喔 所以我可以跑去告我的政府 告我的國家 看到沒有 所以這是他這個非常大的一個特色 其他地方是不行的 其他處理國際事務的相關的法院 是不行的 現在唯一的一個例外 就是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 那當然他的訴訟的對 不 他處理的對象呢 基本上就是國際大魔頭嘛 所謂的國際大魔頭就是什麼 他以國家領導人為對象 你屠殺你國家的少數民族 或者是你又做了什麼事情 是你自己國家的法院都拿你沒辦法的 因為你在你國家 你提黨政軍大權與你一手啊 誰能對付得了你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國際刑事法庭 專門來處理這種 要不然呢 同學注意看 歐洲法院是什麼 針對個人 處理個人的什麼 權利相關的救濟呢 他是開了一個先河 那當然他想說我們歐洲國家 都是你的主要價值就是什麼 民主人權啊這一大串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也要有這個主事結構 來回應我們的主流價值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注意到這個情況啊 好 那假設這個地方有個什麼不清楚的 或有意見 好那接著我們再來看啊 好那為什麼這點老師有寫說 改善歐盟的精管啊 這些東西 其實同學注意看 基本上就是什麼 歐債危機之後 歐盟為了處理這個歐債危機呢 賦予歐洲法院的一些權利啊 也就是說歐債危機之後 那大家發覺像希臘啊意大利啊 你們這搞的都是胡搞瞎搞嘛 把你們這國家的預算各方面債務 都搞的不平衡嘛 對不對 你國家沒有收到那麼多的稅 但是你敢亂花那麼多錢 然後到處借都花光了 然後銀行也都不敢借給你了 對不對啊 所以呢他們的認為 根本之計就是什麼 要控制你的預算的編列 對不對 你不能說舉例來講 你沒有收到那麼多稅 你還敢下一年度編列這麼多預算 說夏年要花 那已經擺明了你就是要舉債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也沒人敢借錢給你啦 對不對啊 稅限就變成什麼 歐盟就賦予歐洲法庭的什麼 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說 你要協助歐盟的金管 那金管呢怎麼樣呢 也就是說發掘什麼 這個所有歐洲內部基金的流向 還有什麼舉例來講 歐盟如果說什麼 發掘哪一個國家的預算的編列 有問題的時候呢 就請什麼歐洲法院 直接下去調查 因為腿圓注意看啊 全世界的法院 包括他以前都一樣 法院是被動的 不告不理 也就是說法院是住在那邊都不動啊 一定要有人來告嘛 他才出面處理啊 對不對啊 那現在呢 歐洲法院為了處理這個歐 所有這個歐盟會員國 你下一年編列的預算呢 舉來講 如果歐洲中央銀行發掘 你這個國家編列的預算是有問題的 歐盟執委會也發掘 也是有問題的 那甚至你這個國家的金錢的流向呢 出現不正常的情況之下呢 歐盟可以主動邀請什麼 歐洲法院來介入 看到沒有 因為腿圓注意看啊 我們說 為什麼現階段啊 好多國家的民粹 有些老百姓 特別類似美國選舉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欸 中下層的認為什麼 老實講啊 自由貿易全球化其實讓全球的經濟是成長的喔 但是這成長的結果跑哪去呢 跑到誰的口袋裡了 大家都說沒有啊 我沒有 我沒有 你也說你也沒有 你也是受害者 你也說我窮得要死 那錢到哪裡去啦 明明全球化還有自由貿易 你的確讓拉抬全球經濟成長 是很具體的喔 那錢到哪裡去了啊 所以這個金流 跑哪去了 所以這個金流 是不是要監控啊 對不對 所以可能注意看 那就歐洲中央銀行 還有歐洲法院 還有歐盟指紋會 為什麼 大家一起來監督這個錢跑哪去了 因為你合法的留到你那個地方 他也拿你沒辦法嘛 對不對 舉例來講你特別有本事賺大錢 除非是違法的嘛 要不然人家也拿你沒辦法嘛 對不對 所以首先注意看 歐洲法院在歐債危機之後 被賦予了這些任務 好 好 講到這地方有沒有什麼不清楚呢 會有意見 好 那就下課了 好